我是每天电视新闻记者袁慧欣 袁慧欣今天的所在地是在桃园市政府环保局 针对去年三月份的美孚大火 燃烧了十几天的美孚大火 然后呢严重的违反空污法 然后严重的影响到炉族归山 桃园的空污品质 然后前朝政府郑文燦市长 开出了一个五百万的罚单跟一百万的罚单 如今罚单六百万全部被撤销 只剩下罚了六千块 让当地如族的居民情何以堪 愤怒不已 所以呢记者现在来桃园市环保局 想要救新的环保团队 新的市政府拿来采访他们 来还原真相 还我们市民一个公道 日美孚之就会讲一切都是假 美孚不用罚 一百万罚单也撤销掉 五百万罚单也撤销掉 那为什么会撤销掉这个罚单 美孚的仓储这个大火是在去年的3月11号发生的 那发生的当时第一个时间当然就是以救火为优先 那我们不管是环保单位或者是消防单位 当然就是以赶快把这个火事或者是农烟给它赶快给它去除 那当然火灾之后 我们当然就会根据所谓的环保法规来做一个采除 那同样也当然就依照它造成的农烟依照空污法 甚至它产生的这个废弃物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做一个告发 可是我们告发之后呢 这个业者也提出宿愿 那不管是在市政府的宿愿或者是在环保的宿愿都撤销 原因当然就是说这个在废弃物的部分 因为仓储业不是所谓的废弃物清理法所公告列管的这个事业 也就简单的讲就是它不是所谓的正面表列的公告事业 所以这个部分被市政府被撤销 那另外空污法的部分是在环保署被撤销的部分 那环保署撤销的理由因为它是因为它是电气引燃的这个火灾 不是因为人为也不是因为自然的情况产生的火灾 所以这个部分被环保署撤销 那我必须今天在这边讲的就是说 并不是因为撤销了然后就没有后续的动作 其实撤销或者是处分都只是一个行政作为 现在老百姓比较关心或是自救会比较关心的是 怎么样让他们能得到一些的一个平反 或者是得到一个正义的一个表达 我想市政府在这边就是我们提一个案例 就是早期有这个台风轮胎案的这个污染案 那也是在郑市长任内的时候 那郑市长任内的时候有成立一个所谓的公害调储小组 这个调储小组也接受了民众的一个申请案件 所以早期的这个台风轮胎案 就是因为走过这个公害纠纷这个程序 让两兆双方得到很和缓的一个达成共识跟调解 那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案子已经过了一年了 所以市政府这边怎么样来帮我们的老百姓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公害纠纷法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所以我们呼吁就是说美福案有受害的这些的自救会的民众 是不是可以走这个方式 走公害纠纷的方式 两兆双方我们接受你们 市政府这边如果有接受受害民众的一个申请案件 那也来跟美福公司这边来做一个双方的一个调解 那如果调解成功的话 这个案子大概可以获得比较圆满的一个解决 那对于我们环保局 那处分被不管是市府或者是被环保署给撤销的部分 那因为我说实在的干嘛 就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在执法上 因为中央政府是属于法规的制定单位 地方政府是属于执行单位 那在地方的食物上面 可能在跟中央这边有一点落差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废弃物这一块 它认为不是公告的事业 可是在地方执行上食物 它就是一个事业 所以环保署如果没有去修法的话 这个部分依旧是没有解的 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呼吁就是书里面 不管是废弃物清理法 有没有把长厨业列为事业 或者是空气污染防治法 这边帮我们撤销的 因为它不是所谓的自然的情况之下 但是那一天火灾是因为它堆制了这些的物品 那电气走火 那如果电气走火不算是自然的情况之下 那就被撤销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实物方面 对地方政府要在财政方面也有困难 所以如果做适度的修法 比较能够中央的理念跟地方的这个实际上 执法的情况能够结合的话 那地方在采取这个处分书的时候 比较不会被做一个撤销的动作 我们环保单位第二次在开除这个采取书的时候 是根据管理不当的自然的方式来做一个采取 可是呢在环保署就认为说 因为根据消防局的火灾监视报告书里面提到 它是因为电线走火 那所以环保署认为说 电线走火这个不属于管理不当的自然方式 所以又把这个采取书给撤销 所以这个部分跟我们实际上的现场的执行状况 跟我们自己在地方的认知 可能跟郑宏洋又有一点法规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说 署里面如果真的是考虑到民情状况的话 应该去做适度的修法 刚才我们已经采访到环保局陈世伟局长 就是他讲述了所有的相关的专业的法规法条 但是我相信观众一定听得不沙沙 反正严格来说就是郑文燦摆烂 但是每天新闻会秉持着追求真相 拨乱反正持续来追踪美孚一案 还市民一个公道 惠心在桃园市政府环保局的采访现场